央视新闻,16点24分,杜康表示,建设汉班脱桃港,是斯里兰卡历届政府和人民的愿望,中方鼓励有关中国企业在平等,互利基础上,按照商业原则从四方开展了汉港项目合作,中国金融机构根据四方需求,对四方解决融资缺口提供了支持,其后,中方又根据四方愿望, 努力就相关资产配置进行了调整,这些都是有利于双方的商业合作,所谓债务现金谎言的编造者,如果自己不能给予发展中国家实实在在的帮助,至少可以对其他国家的真诚合作,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,路上强调,中资双方致力于继续推进汉港项目合作,实现四方成为印度洋物流中心的目标, 这不仅有利于斯里兰卡经济发展,也有利于区域互联互通,和地区国家共同繁熟 热门推荐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